今天韓國電視劇的兩大型男風潮席捲內地 一邊廂有星星男金秀賢到南京參與節目露營 另一邊廂就有長腿男神李敏浩現身杭州出席活動 吸引了過千名粉絲到場支持 在活動上李敏浩不止跟粉絲打招呼 但擺多個可愛表情催粉絲 又扮吃炮谷又扮中獎感 哄到一班粉絲都相當開心 最後他還向粉絲送上飛吻 讓他知道你們有多愛他 321 我愛你們 謝謝 謝謝女孩 粉絲對李敏浩真是相當熱情 好像他到達杭州機場那時 就已經吸引過千粉絲接機 由於李敏浩當日選了用一般通道離開 過程中一名女粉絲被迫到跌倒 還即場頭破血流 場面混亂 發生流血事件 李敏浩當然很擔心粉絲的安全 李敏浩 李敏浩在內地的人氣真是相當高 農曆新年時他還為內地一個電視台的春晚活動擔任嘉賓 還用普通話和如晴慶演唱情非得意 這日他也有分享演出感受 李敏浩這次在春晚演出可以說是象徵著他在內地的發展非常順利 而未來他還有意進軍中國電影市場 李敏浩在內地的主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